一群士兵来到一座古宅 他们走进一个房间 士兵掀开被子 是一个玩具车 着实虚惊一场 士兵拿起来检查 玩具车动了一下 众人被吓了一跳 他们转头 一个丧尸正在角落 丧尸慢慢走了过来 但是导演不让他们开枪 克里斯听到动静 带人赶了过来 一个士兵上前检查 克里斯扔下一枚手雷 逃了出去 楼下的队长也听到了声音 一只丧尸爬了出来 丧尸扑向队长 士兵一阵扫射打死了队长 剩下的两个士兵被吓跑 结果被钢丝割成了碎片 楼上的克里斯被丧尸围堵 他冲向窗户跳了出去 结果被格伦控制住 格伦让手下带来他的新陈品 这是克里斯曾经的同事 格伦的新病毒 已经能让丧尸分辨攻击对象 就在丧尸扑向克里斯时 支援及时赶到 丧尸全部被射杀 克里斯的同事也不幸遇难 四个月后 一个女特工入侵实验室 她通过排风管道 释放了病毒气体 女博士小瑞吸入了毒气 身体开始发生变异 她凭借残存的意志 给自己注射了血清 病毒也成功被消灭 等她走出门时 同事已经变成了丧尸 小瑞逃见无礼 丧尸也追了进来 克里斯及时赶到 救下了小瑞 克里斯告诉小瑞 这个事件的幕后主使 应该就是格伦 他们找到了正在度假的里昂 希望里昂能帮助他们 一起调查这件事情 这是一场浪漫的婚礼 应该是格伦最幸福的时刻 突然 一架飞机飞了过来 他丢下了一枚炸弹 格伦侥幸活了下来 但是他的妻子 却只剩下一只手臂 所以格伦发誓 要为妻子复仇 他密切观察着众人的行踪 并让手下采取行动 小瑞在吸入间时 他听到一个动静 低头一看 鲜血躺了出来 他推开门 突然被人抓住 一辆卡车停在了度假村 一只怪物走了下来 他对着李昂众人疯狂扫射 随后他们带着小瑞离开了这里 等小瑞醒来时 发现自己穿上了婚纱 周围箱子里的丧尸不停地抖动 格伦走了过来 他告诉小瑞 箱子里正是他婚礼上死去的亲朋好友 他打开了屏幕 原来格伦的妻子 跟小瑞长得非常像 他想要跟小瑞重新举办一场婚礼 但是小瑞不从 格伦恼羞成怒 给小瑞注射了丧尸病毒 而就在这时 格伦已经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 一辆辆装满毒气的灌车 来到了市中心 阀门打开 毒气扩散出来 吸入毒气的中人 全部变成了丧尸 一辆油灌车停了下来 阀门打开 释放出了毒气 毒气很快吞没了男人 下一秒 男人发生了变异 丧尸开始暴动 城市陷入混乱 克里斯跟李昂前来支援 李昂扔出一枚手雷 炸毁了油灌车 这时 一旁的货车开始抖动 士兵走了过去 惊世变异犬 李昂独自掩开了变异犬 克里斯则去营救小瑞 格伦释放出了丧尸 克里斯一路杀了过去 他来到了实验室 这时 怪物走了过来 怪物刀枪不入 一拳把克里斯打飞 怪物逼近 他突然踩到一个东西 是燃烧弹 他不怕子弹 却耐不住高温 克里斯搀扶着小瑞来到了楼顶时 他们碰到了格伦 两人近距离对射 却都毫发无伤 情急之下 克里斯抱着格伦撞了出去 玻璃被格伦一拳打碎 克里斯顺势把格伦掀了下去 格伦直接被摔死 正当克里斯以为结束时 怪物走向了格伦 他挣脱了枷锁 把格伦吸入体内 格伦重新活了过来 他变成了更强大的怪物 怪物抓住了克里斯 快要把他捏碎时 李昂冲了过来 他一个飘移把怪物撞倒 怪物冲向李昂 一拳打空 他一脚把李昂踹飞 李昂又被举了起来 怪物秀出了美甲 就要动手时 支援及时赶到 与特工发射一炮 后面的楼层都被打穿 但是怪物依旧没有死 他跳上直升机 指甲穿透飞机外壳 李昂骑上摩托 拧紧油门 把摩托甩了出去 随后逃出手枪 射向了油箱 怪物掉了下去 但是他用指甲抓住了直升机 克里斯赶来 一发榴弹 射向了怪物的心脏 怪物终于被消灭 事后 众人带着解药 洒向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被感染的市民 终于恢复了正常 镜头一转 格伦的手下走了过来 看来 这场复仇还没有结束